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丁浅走向办公桌 拿起那些草纸看了一眼 全部都是迷宫画 打只数了数也有两三百张 他打开那个蓝色文件夹 里面还是迷宫画 王连霄说前五张是要交给面具人的 他翻看了几眼 这五张画画得更加认真细致 相较来说其他的画更像是草稿 王连霄连同其他参与者一样 耗尽全部精力 希望能用迷宫困住设计者赢得自由 殊不知他们都是在作茧自负 用越复杂的迷宫 把自己越陷越深 至于笔记本电脑 丁浅不用看也能猜到 里面肯定有完全自杀手册 迷宫画必须要配合自杀录像 才能完成 这是丁浅已经知道的 他还知道 王连霄与社记者下一次见面 就约定在后天午夜是二点三十分 一切准备就绪 只不过这一次 设计者将走进别人为他设计的圈套之中 丁浅忽然感到异常兴奋 他很期待与这位高深莫测的设计者碰面 鹿死神手 拭目以待 眼下就是决斗前最平静的时刻 他应该好好地放松一下自己 顺便找找扮演王连霄的感觉 要想了解一个人的性格 最好先了解他的胃 丁浅走进厨房 在橱柜里翻找了一遍 出了一些点心咖啡 没发现什么零食 最后在冰箱里发现了一瓶 张玉干红葡萄酒 丁浅有点乌鱼 只有外行才用冰箱存葡萄酒 容易串味不说 保存葡萄酒的理想温度是十二度 冰箱温度太低了 影响口感 只有先暖到适宜温度才行 从这一点也能说明 王连霄虽然顶着文化人的名头 骨子里也只不过是一个 拦散功利的试快 没有什么生活品质 进一步说是精神空虚 没有信仰 他当初为了迎合权贵 昧着良心撰写假新闻 颠倒是非 就不足为奇了 丁浅把葡萄酒拿出来先暖着 然后去浴室冲了个澡 想着如何打发未来一天 如果是汪连霄 他会干什么呢 心里正想着 忽然听到门口的可视电话响了 丁浅安自吃惊 现在也就是早晨五点多钟 天刚蒙蒙亮 大部分人还未起床呢 这时候谁会来呢 他没动 拿着毛巾慢慢擦着湿头发 可视电话响了几声就不响了 他正想着 是不是有人按错门铃了 可是电话又开始响了 他满腹一动地走到门口 点开小屏幕 看了一眼叫门的人 有点傻眼 楼下大门外居然站着一个 穿着水手服的小女生 梳着双马尾 长刘海 娇滴滴站在门口 简直就像卡通里走出的小萝莉 丁浅试着问了一句 你找谁 女生声音稚嫩地回答 你不是1404吗 我找汪先生 丁浅有点晕 汪脸霄 不会平时都这么大发业余时间吧 这口味可有点重啊 他有点销售不起 小女生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快开门呐 汪先生 不是说好的吗 丁浅犯难了 不让他进来吧 万一这小丫头赖着不走 惹得邻居们看见 议论纷纷 搞不好自己就露馅了 万一设计者在附近监视 看到自己不开门 也会起疑心的 斟酌再三 他把楼门打开了 等了大约五分钟 门铃响了 小女生一低头 从丁浅腌下钻进门 熟练地脱下鞋子和小背包 果然是个禽兽 丁浅暗自给汪脸霄下了评语 可是这样一来 扮演难度就更大了 首先 眼下这个小家伙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打发 这个不知害臭的小丫头主动问道 你这次需要什么服务啊 汪先生 你都会什么 什么都会 你要哪样啊 丁浅一脑门子黑线 人家这么主动 他也不好拒绝 又给我按按头吧 他走到沙发那坐下 闭目养神 也不知道汪脸霄 一次花了多少钱 不用也浪费了 小女生殷勤地 走到丁浅身后 给他按摩 不过这手法可不怎么样 主要问题是 手劲太大 好像是揉面团 按着丁浅脑挂子 都快漏风了 轻点啊 你是体育生吗 其实我最擅长按脚 你就将就点 你们老爷们啊 都是嘴上一套 心里一套 果然没一个老实的 小女生手上加力 狠呆呆地说着 丁浅忽然感觉 声音太熟悉了 一下坐起来 回头仔细打量女孩 猛然浑身发抖 这哪里是什么小萝莉啊 这是大陆里 京官学院都快毕业了 丁浅怒道 你老大不小了 化什么幼稚妆啊 还双马尾呢 你咋不说两个抓丘 装哪吒呀 郭荣荣理智气壮 我这不是为了协助你办案吗 胡闹 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 你赶紧走 放心吧 发现不了 郭荣荣原地转了一个圈 摆了个pose 就算设计者躲在附近 也不会怀疑一个初中小女生的 再说 这栋楼里又不只住你一个人 难道每进出一个人 她都怀疑吗 除非你现在把我赶走 反而会引起她的注意 丁浅也拿她没办法了 反正你别忘了 我现在的身份可是汪连潇 一旦露出马脚 咱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放心吧 我保证规规矩矩的 人家现在的身份 就是你原来的女学生嘛 你吩咐什么我就照做就是 郭荣荣笑嘻嘻地拽着丁浅 丁浅 掐半拉眼角再瞅瞅的 只得指能躺人的沙发 那好吧 你坐这儿挨着我 干啥呀 郭荣荣忽然心跳加速 心里有点准备不足啊 陪我一起看 完全自杀手册 丁浅把汪连潇的笔记本电脑 拿了过来 放在茶几上 挨着郭荣荣 坐了下来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丁浅在汪连潇家住了两天 期间假装去了 明星休闲周刊杂志社一趟 汪连潇自杀的消息 被警方严格控制 在极小的范围里 连主编张蕊东 都不是特别清楚具体情况 特案组对设计者的防范 几乎做到了 滴水不漏的程度 一张大网正在悄然拉开 丁浅就是往中 唯一的诱饵 他这两天 过得反而自在说的 似乎比起他的寓所 汪连潇的家更像一个家 简单纯粹 没有任何不该有的回忆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郭荣荣 他这中学生 扮演的简直是 比丁浅还投入 整天就是看看电视 吃零食玩手机 张嘴闭嘴 就是大叔长大叔短 搞了丁浅 现在都有些时空混乱 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穿越成了一个单身编辑 还得养晦一个父母双亡 寄宿在自己家不爱读书的大侄女 好在郭荣荣有一样好 做饭特别好 嘴馋的人做饭都好吃 郭荣荣也不例外 吩咐丁浅出去采购回食材 他穿上大围裙 在厨房里叮叮当当一会儿 弄出四五样菜 好看 好闻 又好吃 这倒让丁浅不经意地想起了温馨 他是素食主义者 还热衷减肥 可想而知 烹饪手艺 惨不忍睹 做一次饭 厨房跟遭了恐怖袭击一样 丁丁安心吃饭 别光顾着看球赛 温馨用筷子敲着碗 向妈妈教育孩子 丁浅当然不能说 其实他一点都不喜欢看中超 只不过相比女友做的菜 他觉得前者 他还能咬牙忍受一些 这是我新学的吃吃蒸鱼 尝尝我做的好不好 你还能学心菜啊 不会是你懒得拥有煎吧 丁浅雅然失笑 温馨早就夹起一块鱼肉 塞进他的嘴里 温馨期待地看着他 味道怎么样啊 还行 就是有点怪 你放什么了 温馨笑而不答 甜甜地望着他 也夹起一块鱼肉 放进自己嘴里 还是在笑 丁浅不禁好奇 你笑什么 温馨温柔地问 你想死吗 丁丁 丁浅也呆 什么 我想 你在胡说什么呀 温馨不慌不忙地 从围裙里摸出一个白色的塑料药瓶 这是 鱼笛龙 你应该听说过吧 是专门灭老鼠用的 如果人服用足够量 就能引起皮肤和脏气大冲血 你不会 我已经用过了 你真是疯了 丁浅起身要去找手机打120 不用费事 我在每一道菜里 我都放了一点 你跟我一样的 丁浅跌坐在地上 胃里突然感觉像火烧一样剧痛 他惊恐万壮地望着温馨 温馨还在温柔地朝他笑 我想死 但我怕一个人孤单 我想你陪我一起死 不可能 不可能 丁浅努力在心中告诉自己 这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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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浑身剧烈抽搐 呼的一下 从睡梦中惊醒 真的 只是梦 可是 眼前看到的却是无尽的黑暗 连一丁点光亮都看不到 他仿佛 刚从噩梦中挣扎出来 又被吸进了黑洞之中 他想挣扎 却感觉四肢完全僵硬 耳边又传来 那个恐怖的叹息声 我想死 我想死 尽管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经历 然而那种深入脊髓的恐惧感 却又增无减 犹如一把锋利的解剖刀 切开他尾中的硬壳 将他灵魂深处隐藏的胆怯一并挽出 血淋淋地展现在眼前 他现在宁愿真的吃了文心的毒药 终止这无休无止的折磨 一股外力 用力摇晃的 醒醒 快醒醒 他突然能动了 猝不及防地睁开眼睛 看见一个人影近在咫尺 瞅着他发出宁笑之声 他拼命向后躲 从沙发上跌落 这一下摔得可不清 他彻底清醒了 他这才发现 站在面前的是郭荣荣 正睁着一对漆黑黑的大眼睛 惊讶地望着他 他从来没有见过丁钱怕成这样 是我呀大叔 你没事吧 没什么 顶钱摸摸额头全是冷汗 从郭荣荣罕见的表情上 他就知道自己此刻的样子有多吓人 他自嘲地笑了笑 不是怎么地睡着了 没事闹铃 老实说 被咽出的滋味是不太好受啊 他本以为郭荣荣一定会笑话的 可是没想到他异常严肃 神情十分地复杂 他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低头看看自己 跟往常没什么不一样 不禁奇怪 你这是怎么了 你刚才 郭荣荣欲言又止 犹豫了一下就说 你刚才说梦话 说到了温馨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丁前心头震惊 试探着问 我说什么了 你翻来覆去 念着温馨的名字 你还问她 你想死吗 那简直都不像你的声音 郭荣荣小脸惨白 显然是被吓到了 我刚才做梦了 不带好的梦 丁前故作平静 但她心里没底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了 其他不该说的 郭荣荣并不笨 如果让她察觉出了什么 可就麻烦了 她从地上爬起来 坐回沙发 拿起桌上那瓶红酒 往高脚杯里倒了一点 她忽然意识到 自己现在的举动 其实是下一身的 掩饰内心真实的想法 如果是别人 在她面前做这种事情 肯定会引起她的怀疑 郭荣荣在警校学的 就是行真和行为分析 是杜志勋去警校考察时 特意挑选出来的 万一她也具备 相当强的观察本领 丁前想到这里 没喝这杯酒 而是把酒杯递给了 郭荣荣 不过就是一个梦 你没必要 比我还紧张吧 喝过红酒没有啊 这一款口味还不错 尝尝 她尽可能表现得平静自然 不给郭荣荣一丝破绽 郭荣荣却没有接过酒杯 那双通透大眼睛 一顺不顺地凝视着丁前 仿佛要看穿她的心思一般 我知道你肯定有事瞒着大家 可能你对温馨的事情 还知道更多 丁前骤然紧张 拿着高脚杯的手 不自觉用力 郭荣荣接着说 但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不是凶手 丁前哑然失笑 你说什么呢 得跟我开玩笑吗 怎么提到过去的事情上 那件事情不是已经解案了吗 别忘了咱们俩现在是在干什么 她看了看手表 现在都已经晚上九点了 再有三个小时 我就要跟设计者接头了 我要去准备一下 到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捣乱 她恰恰郭荣荣脸蛋 起身走进卫生间 脸上的笑容 早已消失了 十一点十五分 打扮成汪连霄的丁前 独自走出公寓楼 正值深夜 晚来俱进 夜空像染了一层浓木 黑沉沉的压在城市上空 小区里看不到一个人影 路灯下的永路 孤零零地向前蜿蜒 消失在楼宇间的阴影中 丁前并没有走向永路 也没有走向停在楼下的轿车 她向右拐 贴着楼房向后绕 发现一条隐藏在阴影中的小路 在小路上前行一段向左拐 从两栋楼之间穿过 前面是小区的观景休闲区 她沿着锦埃休闲区的林蔭小路穿过 向前走了一段 分出两条岔路 她不加思索地走向右边那一条 直接从小区后门离开 这条复杂的路线 就是设计者要求汪连霄照做的 丁前惊奇地发现 这一路上几乎走的全都是阴影 没有看见一个监控摄像头 没有遇见过一个路人 除非亲身经历很难体会 丁前此刻的震惊 难怪钟开心怎么都查不出 这些自杀者半夜离家之后的行踪 设计者完全靠精准的脑力计算 从科技设备和人们正常思维的盲点中 找到了一条地下通道 她甚至有种感觉 自己现在正行走在设计者的地图上 无论有任何轻举妄动 都逃不过设计者的眼睛 她也没想现在轻举妄动 一切才刚刚开始 要想钓大鱼 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 她走出校区 穿过一条寂静的马路 左行五十米左右 有一个三叉路口 她按照指示 走进相对偏偏的那条路 再穿过一大片空旷的建筑工地 看到了一个水泥搅拌机 设计者和汪连霄 约定的地点就在这里 丁前四处观察 没有看到一个人 她看了一眼手表 十二点二十分 比约定时间早了十分钟 她站在搅拌机旁边 耐心等待 心里暗自思索一遍 整个准备过程 没有发现什么漏洞 她也留意郭荣荣 怕这丫头自作聪明 偷偷跟来 把计划搞砸了 好在她没发现什么异常 这才安心一些 时间缓慢的一点点流逝 终于挨到十二点三十分 可是设计者依然没来 丁前心里不禁焦躁 她还必须继续等待 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哪怕只剩下百分之一的可能 她也必须坚持 一阵轮胎拧过路面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丁前顺声望去 看见一辆灰色的下离车 由远至近 缓慢地开到眼前 她心头一动 难道是这辆车 这样想着 那辆车已经停在眼前 丁前低头瞅瞅 黑乎乎的车厢里 坐着一个看不太清楚的人 只能从轮廓 大致辨认是个男人 脸上没戴面具 但戴着压舌帽和墨镜 这个人就是自杀设计者们 丁前脑子瞬间转动 汪连霄之前 只跟设计者见过六四面 第一次是设计者主动来找他 胁迫他参加游戏 然后约定下一次的 见面方式和地点 每一次都不一样 至于这一次见面 汪连霄并没有提到 有车接他 说明他也不知道 这很符合设计者 谨慎小心的作风 想到这里 丁前走到车边 试探着问车里那个人 你是来接我的吗 他捂着嗓子 故意装作声音嘶哑 感冒的样子 避免对方发觉 不是同一个人 男人声音冷淡地反问他 这里还有别人吗 丁前左右看看 这里果然只有他一个人 于是他拉开副驾驶门 正要坐进去 那个男人又说话了 坐后面去 丁前只好拉开后车门 坐在后座 这才注意到 驾驶室周围围了一圈 用钢管和钢化玻璃 焊接成的隔断 倒是有不少跑夜车的 出租车司机 喜欢用这个方法来防劫匪 丁前做事要从随身背包里拿 话我都带来了 那个男人连一丁点反应都没有 一踩油门把车开走了 丁前心里充满了疑惑 他现在还完全摸不透对方的脾气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静制动 静观其变 轿车在深夜的街道上孤零零的前行 走的全是偏僻的街道 甚至连路灯都没有 更不用提监控摄像头了 丁前靠坐在车座上 漫无目的地随着车一起前进 感觉也像是在迷宫中绕弯一样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忽然 车厢里响起手机震动 发出的嗡嗡的声音 在漆黑又安静的环境中 连这样的声音都令人格外警觉 男神手从仪表盘上 拿起手机放在耳朵上 没说话 只是安静地听了一会儿 然后放下电话 突然刹车 下车 丁钱心里毫无准备 但还是照做的 下了车他才发现 自己所站的位置前方 是一个高架桥 身后不远处 有一条很长的院墙 透过栅栏能看见 院墙里有几座 高高低低的房子 全都是漆黑一片 丁钱完全不知道 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时候 身边的下车 再次发动 扬长而去 把他一个人扔下走了 深更半夜 被扔在这么一个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地方 就算丁钱是个男人 心里也是有些忐忑 突然 身后传出一声 间隙古怪的动静 往前走 胆子小的 冷不防听到这一声 能活活地吓死过去 丁钱有心理准备 但不至于多害怕 不过为了演得逼真一点 他双腿一软 差点弹错在地上 趁机回头看了一眼 倒吸一口冷气 月光下 一个身披白色校服的人 助力在身后不远处 又黑又长的头发 垂落在肩头两侧 中间留下一条狭长的缝隙 从缝隙间若有若现地 暴露出一张血迹层层 死不瞑目的脸孔 甲爷子 丁钱惨哄了一声 坐在地上 甲爷子重复他的鬼声 往前走 丁钱爬起来 亮亮强强往前走 前面是立娇桥 他并不知道 这个女鬼想把她带到哪儿 他有意地趋腿驼背 把身心压低一些 这样 他的身高与汪连霄 就相差无极了 他边走 心里暗想 原来那个刚才开车的人 只是负责把她送到这里 没想到设计者还有同伙 让她稍具安心的是 她发现 面前这个女鬼不是真的鬼 有手有脚 明显是人伴的 真的鬼怪也用不着 这么大费周章与她见面 这么看 这个甲扮家爷子的人 十有八九就是设计者 刚才只是扫了一眼 丁谦感觉 设计者个头并不算很高 由于穿着肥大的校服 看不出胖瘦了 甚至连性别都很难辨认 不过丁谦并没有打算活捉的 很简单 连刑警队长赵刚毅都失手了 说明这家伙肯定早有准备 他这么谨慎的人 绝不会轻易冒风险 丁谦贸然动手 只会自讨苦吃 站住 当丁谦快走到高架桥的时候 家爷子说着 丁谦站住了 脱衣服 跟上次一样 只准留下内裤 戴上你的话 丁谦犹豫了一下 汪连肖没提到这个 可能是觉得丢人 还等什么 家爷子声音中带着威胁 丁谦只好硬着头皮照做了 脱得只剩下贴身短裤 手里拿着汪连肖画的五张迷宫画 这些年除了温馨之外 还没有哪个人 把他看得这么彻底过 一种羞耻感和胆怯 不安 瞬间占据他的内心 他不知道其他参与者 尤其是女人们 是不是也要这样做 家爷子又命令他往回走 把丁谦压到了 那个巨大的院子前 里面有两扇铁链 拴着的铁门 脚门是虚掩着的 家爷子让丁谦开门进去 两个人一前一后卖脚进门 丁谦完全不知所向 在家爷子简短的命令下 一直走进了一个 疑似厂房的房子里 穿过狭长曲折的走廊 像被吞进了怪物的胃里 设计者说 推开左边那扇门 丁谦照做 推门走进一个大房间里 房间里只有一张长桌 桌上放着一盏充电台灯 一边一把椅子 设计者让丁谦坐在其中一边 打开台灯 漆黑的房间里 顿时涌出一团朦胧的光驱 设计者 走到长桌对面坐下 这一次 丁谦借着灯光 暗中仔细观察了它 发现它左腿似乎不太灵便 走路有些颇脚 身上还隐隐散发出一股臭味 有点像烂苹果的味道 设计者问 你的话呢 丁谦低着头 装出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 把手里五张画从桌上递过去 他心里其实也有很多好奇 譬如说设计者到底是如何走迷宫的 所以说他设计游戏的目的 是引诱参与者自杀 但就他本人来讲 这种互动模式也同样充满了挑战 画迷宫固然困难 想要解迷宫也并非易事 丁谦亲自试验过 像这样五张迷宫画 他得需要至少半天的时间才能走出来 难不成今天这一晚上 他都要在这里 陪对面那个扮成女鬼的家伙 走迷宫吗 设计者接过迷宫画 那张鬼脸微微地往前伸长了一点 那对孤秃的眼球盯在画面上 丁谦知道 那其实是两颗假眼珠子 上面有许多细小的孔 利用小孔成像原理 看外面的景物 这都不是关键 关键是丁谦想试试能不能找到机会 利用催眠术制服这个家伙 他不擅上拳脚 却有着超一流的瞬间催眠技术 放眼全国能与他匹敌的人 也是凤毛临角 与面前这样一个高智商的罪犯教授 不用压箱底的绝活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不过丁谦有个顾虑 首先他不敢多说话 毕竟他与汪连霄是两个人 身高相近 外表可以化妆得很像 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还能应付 要是开口说话就不行了 他毕竟没受过专业训练 偶尔一两句可以装病 说多了很容易露马脚 所以最稳妥的办法是靠眼术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这是丁前在普通催眠术基础上 自我修炼成的独门记忆 眼术也称为同式催眠 不同于普通催眠术 凭借声音和动作发出指令 同式催眠仅仅是通过催眠者 与受施者的目光对视来完成 催眠者不但需要抓住受施者的注意力 还要充分利用眼神上的微妙变化 以及由意念所产生的生物资场 对受施者加以影响 这在普通催眠时看来 简直无法想象 也极难连城 因此同式催眠 往往被认为是伪科学 根本原因是真正掌握这种技术的催眠室 实在是罕见 丁前恰好就是其中之一 但由于使用难度大 也很消耗精力 他轻易也不会使用 同时催眠最大的优点 是隐蔽性强 可以在对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施加影响 眼下在正常催眠术难以伸展的情况之下 丁前打算冒险一试 但他必须寻找适当的机会 他偷眼打量 夹椰子那张鬼脸 正注视着迷宫画 他需要等到设计者的注意力 在自己身上才能动手 至少先抬眼看自己才行 设计者简单看了五张迷宫画 说道 老规矩 十分钟 丁前一证 以为自己听错了 十分钟干什么 难不成是走完所有迷宫吗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设计者抬头看了看他 怎么 你不相信我能找到 丁前从黑矿眼睛后面 偷偷打量 夹椰子的面具脸已经微微扬起 两颗恐怖的眼球正朝向自己 在那后面就躲藏着设计者狡猾的目光 这是个机会 但丁前又有点犹豫 就在这片刻之前 设计者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迷宫画上 你这次的话 照比之前几次确实复杂了不少 难怪你有自信 也好 这样的游戏才有意思 如果你真能困住我超过十分钟 你就赢了这个游戏 丁前想问 你真能放了我们 然后 你就重获自由了 你当初收手开发商好处的证据 我会就地销毁 也不会告诉被害人家属 你现在的个人信息 丁前 装作生病似的发出咳嗽 声音沙哑着问道 我凭什么相信你 设计者笑嘻嘻地说 不凭什么 因为你根本别无选择 他掏出一个沙漏 放在台灯下光亮的地方 沙子十分钟流光 你可以看着他 祈祷我失败 那么 游戏就开始了 他把沙漏 倒置在桌上 里面金色的沙粉 成一条线 迅速往下倾斜 他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支铅笔 选了最上面一张迷宫画 丁前开始以为 他会像自己一样 用铅笔做记号 但实际上 设计者只是一动不动 盯着画面看 不到十秒钟 他就动笔 从迷宫起点的位置 一气呵成地 画出一条通路 接着继续凝视着画面 几秒钟之后 再次动笔 又画出一条通路 四条通路 他一分钟就全找出来了 看得丁前是目瞪口呆 他把解决的迷宫画 放在一旁 还是专注第二张画 很快解决完 又拿起第三张 五张迷宫画 他全部走完 用时不到六分钟 沙漏上面还剩余 将近一半的沙粉 设计者把五张迷宫画 推过桌面 你来查看一下 丁前难以置信地 拿过五张画纸 每一张画上 都用铅笔 准确清晰地描绘出了 所有的通路 没有丝毫意义 现在他总算 见识了设计者的可怕 难怪他能轻而易举地 将参与者 牢牢掌控在手心里 他拿惊人的脑力 对于普通人来说 几乎是个无解的存在 连自负天才的丁前 都自贪俘辱 设计者见丁前低头不语 尖锐的声音略带得意 你还有下一次机会 我很公平 这次才第六次 你还有九次困住我的机会 丁前没有问 如果剩下的九次机会 仍然没有困住你 会怎么样 他已然想到了答案来 设计者给每个参与者 十五次画迷宫的机会 如果不能困住他 这些人 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就会被设计者公布于众 因此 他们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 全力以赴 而事实上 估计没有人会等到 第十五次机会 就已经选择了自杀了 这就是设计者高明的地方 诸人莫过于诸心 设计者的游戏 就在于人的心里中 埋下一颗绝望的种子 让他生根发芽 直到死亡成为唯一的解脱 就在设计者最得意的时候 丁前隔着他的面具 都能感受到他的笑容 因为 只是有面具阻碍 他没办法去判断 设计者视线的位置 他感觉设计者 是在平视自己 他可以使用眼术 可是不知为什么 他心里莫名其妙地 失去了以往的信心 正在丁前暗自交集 设计者一仰手 飞出一个白色的纸飞机 在空中划过美丽的弧度 稳稳地落在丁前的面前 这是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以及游戏要求 祝你玩得愉快 丁前伸手刚要去拿桌上纸飞机 忽然感觉腿上被什么刺了一下 紧接着眼前一阵眩晕 身体不受控制地 从椅子上跌到地上 他的意识还没有完全消失 朦胧中 看见设计者慢慢站起身 一蹶一拐地走出了房间 顺便也带走了台灯 房间里重新陷入了黑暗 丁前在黑暗中 咬牙坚持了十分钟 或者更长一点 脑子渐渐不那么眩晕了 四肢也恢复了力气 他扶着桌子一点点站起来 周围静气得可怕 他左右还视 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连桌上也空空如影 刚才发生的一切 回想起来如此不真实 只有那个白色的纸飞机 在黑暗中散发着微弱的苍白 他拿起纸飞机 脚揣进衣兜里 这才想起来 自己现在只穿着一条内裤 他摸索着墙壁 好容易才绕出了迷宫般的厂房 从院墙的脚门钻出 外面依然是深夜 借着模糊的星光 他不顾一切地跑到高架桥下 看到自己脱下的衣裤 依然放在那儿 这才稍敢放心 他顾不上想别的 以最快的速度把衣服穿好 终于尝出一口气 好像变回了原先的自己 回想起刚才的经历 丁前恍然大悟 设计者逼他脱光衣服 并不单纯是为了提防他 更深一层用意 就是为了剥夺他的自我身份 人是社会动物 自我指个体对自己存在的状态的认知 是个体对其社会角色 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 只要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 不管地位高低还是善恶美仇 对自我的认知无不来源于此 而羞耻感则是维护 自我身份的重要因素 强迫参与者脱光衣服 让他们在极羞耻的状态下 怀疑自我 从而在对峙中掌握绝对主动 即便是内心强大的丁前也中招了 在忐忑不安中 连自己的绝技都无法施展 设计者对心理学的深刻领悟 让丁前倍感震撼和震情 第一次交锋 他完败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他还想不出任何应对办法 眼下丁前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赶紧从这鬼地方离开 可问题是 他根本都不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深更半夜 附近连个过路的人都没有 正在丁前满心沮丧 怀疑人生 猛然听到身后传来 汽车的响声 他回过头 看见一辆深红色小轿车 从远处开了过来 他惊喜不已 急忙拦住轿车 正想说话 司机从下室室里 探头瞅了他一眼 是你在这儿等车吗 什么 看来也没有别人 上车吧 你要去哪儿啊 丁前心头一动 忙问道 你这是出租车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司机不耐烦地说 你到底上不上车呀 丁前当然上 别说是黑车 就算是贼车 他也上 他拉开车门 坐进副驾驶 这一次司机没有撵他到后面去 离近了 他偷眼打量司机 光头没戴帽子 也没戴眼镜 看着能有四十出头 一脸横肉 长得挺凶的 但感觉 与载他过来的 不是一个人 开的也不是一辆车 司机问 到哪儿啊 进野区 银城华府 这是汪连霄的家 去那么远啊 我家在哪儿 能去吗 随便 反正你掏钱 一百四 司机不再多话 挂车上当 门头开车 足足开了一个小时 丁钱透过车窗 终于认出了熟悉的路 这个司机 也没有故意 避开路口的电子眼 一路飞驰 按照丁钱的要求 把车开到 银城华府的正门 此时天边 已经有点透亮了 丁钱看了看手表 凌晨四点二十一分 一去一回 折腾了四个小时 犹如刚刚做过一场噩梦 没有血腥暴力 却感觉异常的疲倦 压抑 可想而知 那些被迫参与游戏的人 要长期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 在这个绝望的游戏中 崩溃是或早或晚的事情 他掏钱的功夫 顺便查看周围环境 并没有发现郭荣荣的身影 回想一下昨天晚上 他似乎也没有 冒冒失失地跟踪她 幸亏没有 丁钱可不想 把那段裸体穿裤头的经历 跟别人分享 不过 他又有点怀疑 一只丫头的性格 真能老老实实 待在屋里等她吗 回到楼上 打开房道门 发现郭荣荣果然不在 丁钱现在也懒得 打听他干什么去了 他现在需要 好好地放松一下 先去浴室充了一个热水澡 顺便刷刷牙 呱呱胡子 洗漱完毕 他坐在客厅沙发上 从裤兜里掏出那张 已经压得皱巴巴的纸飞机 不禁觉得有些滑稽 这家伙真的把这一切 都当成了一个游戏吗 竟然还给了丁钱 下一次的见面时间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他也得绞尽脑汁 去画迷宫图呢 最爱的音乐忽然响起 有人给他打电话了 丁钱拿起 放在茶几上的手机一看 居然是郭荣荣打来的 他接听 还没等问在哪呢 郭荣荣那边已经抢先打到 你要不要来特案座一趟 我已经抓住一个嫌疑人了 嫌疑人 干什么的 就开车载你回来那个男人 他现在就在特案座 丁钱呼的一下 从沙发上坐起来 你在什么地方抓了他 不会就是想去正门吧 你是不是就以为 只有你脖子上是脑袋 别人脖子上顶的是葫芦啊 我能有那么傻吗 我跟钟开心和柳飞 藏在距离小区五百米开外 守住带兔来着 就盯着前后门 一直没敢进去妄动 等了好几个小时 发现有人开车把你送回来 我们暗中跟那辆车 过了好几条马路 再把他扣下 放心吧 就算他不是设计者 我们也没有暴露 那你昨天晚上 有跟踪我们 我在你离开二十分钟之后 出的门 给你走的不是一条路线 后来呢 我也找到那个建筑工地 我都看到你了 但是我没敢靠太近 躲得很远的地方 后来看见你上了一辆车 可惜距离太远 看不清车牌 我便让钟开心 锁定你的手机 可是没想到 你的信号被屏蔽了 很难锁定 直到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才重新收到 你的手机信号 这一次出现在 城北的重工野区 位置很偏僻 我们正商量 准备赶过去呢 结果发现 你的信号 很快又开始移动了 好像是回来的方向 我们就提前蹲守 在汪连霄家附近 抓到这个开车的人 丁建筑 不是他 不是他什么呀 我说 这前后开车接我的 是两个人 郭荣荣惊讶地说 两个人 你确定 确定 送我去的人 戴着帽子和墨镜 替个销售 听声音 年纪也就二十多岁 还一辆灰色夏丽 送我回来的人 是一个中年的胖子 长相挺凶 脸上没有任何遮掩 开着一辆红色的杰达 我们接住的车 就是这辆红色杰达 嫌疑人应该就是你说的 那个胖子 说到这里 郭荣荣略微停顿 似乎想到了什么 难道 封杀设计者 不止一个人 还是说 他共骨一阵 隐藏在这两个人之中 对了 你见过设计者没有 丁建当然见过 但又等于没见过 他能描述的设计者 就是一个身皮白校服 有着家耶子面孔的女鬼 这话当然不能跟郭荣荣说 诡异的孟严 已经把大家折腾得够呛了 他再把自己看见的女鬼 仔细描绘一番 那案子就不用破 大家直接去庙里拜菩萨得了 你们先审问 我随后就到 丁建放下电话 也没功夫打开纸飞机了 匆匆换上汪连孝的外套 出了门 还像上司那样 他先到明星休闲杂志社 熏晃一枪 换一声装束 从后门悄悄溜走 转几趟车 才到达刑事调查局 郭荣荣他们 正在审问那个出租车司机 怎么样 丁建把郭荣荣叫出审讯室 询问情况 嗨各位小伙伴 我是你们的人肉故事记 紫金亚 你对高智商犯罪感兴趣吗 对惊悚重口味的凶杀案 感兴趣吗 对缜密的天才的破案分析 感兴趣吗 我的新故事 死生的哈士奇 都能满足你啊 就别看到这名字 就以为和狗有关 这只是里面一个傲娇 骄傲的天才怪物的代号而已啊 是一个贼好听的故事 赶紧在喜马拉雅搜索 死神的哈士奇 找到收听吧 我在评论区等你 告诉你啊 收听之前没有真相 不到最后一刻 永远不知道背后真凶是谁 特别烧脑 一定要耐心听 真相往往会令你猝不及防的 最后再次提醒一下 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有声的紫金 我会非常频繁的在微博 发现金红包 快去关注我的微博 抢钱吧 听一下死神的哈士奇 片头 有些人喜欢分享成功 有些人喜欢分享心情 可我认识一个人 他分享的是死亡 我追查了他七年 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一如他在笔记中写下的独白 我是暗夜的新城 拿着死神的镰刀 收割灵魂 是我的荣耀 我在黑暗中窥探光明 嘲讽那些追逐我足迹的烦人 我来 我欠 我争 高智商怪物与怪物的对决 生命是赌注 惊悚命暗背后 使人性在黑暗的深渊 互相对抗 想要抓住怪物之前 必须自己也变成怪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死神的哈士奇 作者君不见 眼波紫金 这是一本惊悚到拱髓的黑暗之书 收听之前 没有 真相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郭蓉蓉说 已经查出这个人的个人信息了 他叫张全德 没有固定职业 曾因抢劫罪和寻衅滋事 二进公关 对于这起自杀案 他倒全盘否认 说自己并不知道什么自杀游戏 也不认识戴恐怖面具的人 他只承认自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可是连营业执照都没有 另外 那个开车去送你的人 我们正在查 面对狡猾的设计者 现在任何一条线索 都不能轻易放弃 任何一个嫌疑人 都不能轻易相信 丁浅走进审讯室 看了一眼 坐在钟开心对面 被靠在椅子上的嫌疑人 四十多岁 凶巴巴的一张胖脸 正是昨天晚上 载他回来的那个人 丁浅走到他的面前 低头看着他 你还认识我吧 男人抬起头 疑惑地打量打量丁浅 此时的丁浅 已经不是汪连萧的装扮 摘到了眼镜 换回自己本来的装束 男人忽然瞪大眼睛 你 你不是我昨天半夜 拉过来那个人吗 你 你是警察 丁浅意味深长地笑笑 抚下身 平视着男人的双眼 张全德 我们昨天晚上都做过什么 你不会忘记吧 我们 张全德哭脏着脸 吞了一口唾沫 我开车从机械厂拉你回家 收了你一百四十块钱 原来你们是在钓鱼啊 少扯淡 钟开心高声怒吓 抓你开黑车的 还不知道我们动手 你以为就这事 我们就会把你请到这来 只要嫌疑人 不是真子和家爷子那样 能从电视机里 或者被窝里爬出来 钟开心同学还是很有胆量的 不是 我 我就是靠着开黑车 拉脚弄点钱过活 没办法啊 刚出来 什么都不会 总得有条火路啊 少尾啊 我不听这个 哦 是 我那个接他车呢 还是一辆脏车 我手头前紧 就图便宜买的 选思走点偏远路段 不会被警察发现 这个我也不听 刚才我问你什么了 张全德带着哭腔说 你们刚才说的什么 自杀游戏 戴面具什么的 我完全听不懂 是不是跟这辆脏车有关呢 那可不关我的事啊 丁钱这时候插一言说 那你昨天晚上 为什么会开车经过那里 你怎么知道 我在等车 张全德 一脸的莫名其妙 不是你之前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哪了吗 我什么时候跟你打过电话 胡说八道 我没有胡说 昨天晚上七点多钟 有人给我打电话 让我第二天三点十五左右 去续阳机械厂拉他 我当时还挺纳闷呢 两年前我二进宫的时候 那个机械厂就黄了 怎么大半夜的会有人 去那个鸟不拉屎 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啊 我没撒谎 各位警察老大 不是我手机上 还有那个人的通话记录呢 不信你们可以查 我说的峻峻属实 在张全德的手机里 果然找到了那个电话号码 可是钟开心一查 这个号码是黑卡 根本未经过实名认证 自然也无从得知 打电话人的身份 这条路不通 还有其他方法 钟开心想到了 移动通讯公司 锁定该手机号码的位置 结果没有发现任何信号源 这只能说明一种情况 该手机的电池 已经被卸下了 通讯公司唯一能做的是 圈顶该手机 昨天晚上打电话时的位置 是在建业区 一公里范围之内 这个线索 其实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一公里的范围 数万人的密度 如何查得过来 我和这个张全德 贼没熟眼的 会不会是在故意耍我们呢 钟开心说 谁知道 这个电话号码 到底是不是个假号码呢 要我看 或许根本就没有人 敢打电话约车 全都是他顺口胡编的 郭荣荣问丁谦 你觉得那大叔啊 这次你亲眼见过设计者 你觉得 他们俩像同一个人吗 丁谦没有马上回答 若有所思地说道 设计者 具有十分惊人的记忆力 精通记忆职工速记法 他可以用一分钟 就解决一幅迷宫图 这是我亲眼所见 相当可怕 钟开心 细思极恐 有点吃力地问 丁一声 你不会是说 那家伙 跟我们不一样吧 是不太一样 昨天晚上 把我都吓得不轻 啊 看着钟开心 惊悚的表情 郭荣荣 也没比他好多少 两个人是想多了 丁谦笑了笑 那我没说他不是人 只不过不是一个普通人 这一点我很肯定 钟开心和郭荣荣的表情 这才稍有缓和 丁谦继续说 超常的记忆力 其实是可以训练的 寻常人经过专门训练 也会取得惊人的飞跃 如果天赋够好 就会达到常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如同自杀设计者这样 利用超强的记忆力 能够将参与者玩弄于鼓掌之间 但这一点还不是关键 他真正的可怕之处 是在心理学领域的惊人成就 他所造就的自杀模型 单纯从心理学角度来评价 绝对是天才之作 而在我与他实际接触之后 才发现 他的心理应用手段远不止这些 可以说整个游戏的全部过程 就是一个系统的应用心理学临床试验 只不过设计者没用来治病 而是用来摧毁意志 诱导人自杀的邪路上 但就他本身的修为而言 他不是普通人读几本心理书 靠耍小聪明就能掌握的 这个人必然接受过专业的高等心理学教育 而张全德 至多只能算是一个狡猾的老油条 远远达不到设计者的能力 那个开车送我去的年轻人 也一样不是设计者 设计者最不喜欢冒险 这两个人都只是他利用的棋子而已 甚至连同伙都算不上 郭荣荣提出了质疑 那张全德为什么会这么巧合地 开车来接你呢 假设张全德没有说谎 设计者真的提前给他打过电话 这个就能解释得通了 可是设计者怎么会提前预料到 你在那时候会在那里等车呢 他就算再厉害 也不能未卜先知吧 那他还是人吗 最后一句无心之言 把郭荣荣自己又吓了一跳 人对鬼有一种天然的恐惧 哪怕现实中的人比鬼要坏得多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级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你说的这个问题 我昨天坐张俊德的车回来 想了一路 丁谦说 设计者并非未不先知 但他也一样能做到 依靠的是他恐怖的计算能力 他把与我见面的每一个环节 都考虑精准 连时间都在他的掌控之内 他因此才能预见到 短期内将要发生的每件事 顺便给我打辆车 也不算难事 郭荣荣听着有些玄乎 设计者跟你互动 是两个人的事情 他如何计算 也无法预见突发事情吧 难道你还能老老实实 推一下动一下吗 事实上就是如此 我完全是被他牵着鼻子走 他的每一个步骤 都紧密衔接 巧妙利用心理学手段 把意外情况 一直到最低限度 巧妙利用心理学手段 怎么做啊 丁谦叹口气 他当然不能满足 郭荣荣的好奇心 告诉他 设计者一开始就憋着他 脱光衣服 在精神上完全把他震住了 再说 设计者身心谨慎 计算力尤其精神 从参与者离开家 到回到家这段时间里 全部行动路线 以及所要经历的所有环节 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就像所有参与者在他眼中 只是游戏中的一个角色而已 他事先已经为他们设计好了整个游戏过程 重开心 刚刚放松下来的神经 马上又绷紧了 照你这么说 咱们现在 鬼压床 岂不是也在他算计之中了 他借用那些参与者的手 把咱们也算计了 难不成 他还想对咱们做什么 少下说了 郭荣荣打断他 设计者也不知道 咱们是什么时候干的 完全自杀手册 他也没跟咱们实际接触过 他就算再天才 也不可能全凭想象吧 那你说 鬼压床这个事情 又怎么解释 大叔不是说 这个人精通心理学吗 说不定 他使用的什么心理学的手段 什么手段呢 我们连他面都没见过 难不成是用催眠 隔空催眠 钟开心 忽然想到一个恐怖的名词 连忙问丁茜 丁医生 你知道隔空催眠吗 丁茜无奈地说 我不知道 因为压根就没有隔空催眠 这是你自己发明的 一直坐在旁边 西字如尽的柳飞 这时候开口说 你们之前不是查过 完全自杀手册的来源吗 说是一家日本影视公司出版的吗 如果真有什么问题 岂不是很多人看完视频 都要自杀了 他突然一句话 让大家很惊讶 这个问题 倒是谁都没有想过 郭荣荣想了想就说 我们是通过省厅的对外办事处 跟这家公司联系上的 按他们的说法 完全自杀手册 只不过是一种写实风格的 另类恐怖片而已 纯粹的商业片 只不过这部片子发行不长时间 就被广播审核部门 BPO限制发行 公司负责人的解释是因为 视频内容过于极端 但没有具体解释过 难道说就是只能引起自杀这件事吗 钟开心说 听你说的倒好像恐怖电影的 该不会是那个影片真的很邪门 能把人逼自杀吧 恰好被设计者知道这个事情 于是就利用这个影片 来执行他的自杀游戏 要真是这样的话 也够让人头痛的呀 刘飞说 现在这些猜测都是启人忧天 到底是影片本身的问题 还是设计者在影片里做了什么手脚 我们现在谁也不知道 倒不如找来原版的自杀手册 比较看看 能不能发现什么问题 然后再做下一步打算 好主意 我怎么没想到啊 钟开心一拍大腿 感激地对刘飞说道 我就知道 你舍不得我去死 关键时刻 一定想办法救我 刘飞别过头 懒得搭理他 丁钱这时候说 我倒是有一件事情 想要请教刘医生 刘飞妙目流转 询问似的看着他 我跟设计者首次碰面 虽然没能帮助你们抓住他 但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 我发现这个人的外貌 有些特点 郭荣荣迫不及待地插嘴 原来你看到他长相了 怎么不早说呀 我没看到他的脸 他一直戴着家业子的面具 不过我发现 他的右腿有点破 走路一瘸一瘸的 还有就是 我跟这个人近距离地接触过 闻到他身上 有一股很奇特的味道 香水味吗 当然不是 应该说不是什么好闻的味道 怎么说呢 好像一股烂苹果的味道 还有点下水倒散发出的 那股刺鼻的腐烂味 我也想不明白 他身上怎么会有这种味道 难道是沾上什么脏东西了 所以想问柳飞 你是医生 你怎么看 柳飞沉默了片刻说 我觉得有可能 是从嘴里散发出的味道 郭荣荣忍不住又查了一句 哪有这么夸张的口臭啊 其实不算是口臭 柳飞说 有一种特殊的病人 会散发出烂苹果的味道 和氨气味道混合的味道 氨气味 近似于下水道的臭味 这种病就是糖尿病 丁谦闻到的臭味 很像是 铜症酸中毒的迹象 属于糖尿病最常见的 急性病发症之一 当患者体内 胰岛素严重缺乏 会出现高血酮情况 当饼铜酸从肺里呼出 就会带有这种 独特的臭味 丁谦问 这种症状 严重吗 比较严重 通常只有中度到重度的 糖尿病患者 才会出现这种症状 是有可能致命的病发症 还有你说它 破脚走路 这很可能也是 糖尿病造成的 糖尿病可引起 多种病发症 其中就包括下肢坏烂 严重的还会造成残疾 经过柳飞的解释 丁谦豁然开朗 眼中闪出光亮 也就是说 设计者十有八九 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我听说这种病 发展到中晚期 相当危险 患者的心脏 肾脏 脑部都可能出现病变 偏瘫 癫痫 都是很容易出现的症状 柳飞点点头 是这样 强弩吃磨 丁谦冷笑的 总算找到他的弱点了 而且是 最致命的弱点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郭荣荣问 你有对付她的办法了 大叔 她约我下一次见面了 对我来说 这是更好的机会 丁谦从裤兜里 掏出一个折叠纸飞机 放在桌子上 这是什么呀 设计者亲手交给我的 应该是下一次见面的要求 我还没来得及看 纸飞机看着不大 等郭荣荣 小心翼翼地展开来 才发现 原来是一张 十六开的大纸 她只看了一眼 就不禁惊叹 其他人目光 也跟着落在纸面上 看到整整一整张纸上 密密麻麻 打印着迎头小字 有密集恐惧症的 都会感觉头皮发麻 多半章只写的 是下一次见面的行走路线 还有见面时间 是在五天后的星期三 见面地点换成了江陵区 青石公园后门外的 一个垃圾桶 郭荣荣问 这个家伙居然这么自以为是 怎么从来都不找些 好点地方见面呢 不是工地的水泥搅拌机 就是垃圾桶 不过她这次风格倒是变了 中安信瞧了那张纸 见面时间居然选在下午六点 那白天大白一天嘛 街上人来人往的 这一次 她怎么就不怕目击者了呢 丁钱也十分困惑 你们谁去过青石公园 后门很偏僻吗 郭荣荣说 我知道那个地方啊 一点都不偏 还是主干道呢 附近的地铁站和公交站 商场全都有 中开心说 不会是丁医生 跟设计者见面是穿帮了 被人看出来不是汪连霄 所以才故意细耍丁医生的吧 丁钱摇里摇头 不会的 我仔细研究过汪连霄的长相 我戴上眼镜低着头 跟他的外表其实蛮像的 当时房间光线昏暗 我装作惊慌 一直低着头 没有跟设计者指示 我俩距离又很远 隔着一张长桌 他不可能看清我 何况 他给我这张纸是提前写好的 并没有临时改动的痕迹 说明他早就是计划好了的 郭荣荣想了想 也说 也对 设计者一贯不按常理出牌 我们对他的套路 摸得还不是特别清楚 谁又没给他规定 必须半夜跟参与者见面 再说了 他又未必是金字曲 没准又到时候出什么幺蛾子 找人把大叔弄到荒郊野外见面 现在 咱们该考虑的 是下一次如何撒网 把他兜住 我也同意郭荣荣的看法 丁谦说 第一次见面 我们对设计者毫不了解 怕打草惊蛇 没敢轻举妄动 第二次不一样了 我们对设计者 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尤其是知道他最致命的弱点 重度糖尿病 这就是隐藏在他身上的定时炸弹 他即便计算精准 形式周密 却唯独对这个定时炸弹 无能为力 第二次毁灭 我就可以充分利用他的弱点 四级行动 把他彻底击垮 你真这么有信心呢 中开心将信将疑 不禁看了一眼柳飞 柳飞说 重度到中度糖尿病 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功能障碍 甚至器官衰竭 无论是心血管疾病 还是肾功能障碍 都会让他的精力 难以保持长时间高度集中 还要必须准时注射 胰岛素和吃药来控制病情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 他才对每一个参与者的 会面时间进行严格控制 一旦超时 他的病情就可能随时爆发 丁钱就是要针锋 相对地拖住他 何况他也擅长心理分析 还精通催眠术 正好能克制设计者 只要丁钱 能打破设计者的管控时间 两个人的形势 就会马上出现逆转 柳飞何等冰雪聪明 已经洞悉了丁钱的计划 丁钱笑着说 不过在那之前 还需要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 有待小忙 请各位援援手 但说无妨 大说 郭荣荣早已经摩拳擦掌了 钟开心 一想到该死的鬼压床 有希望结束了 也是跃跃欲试 丁钱把那张纸 推到三个人眼前 设计者除了告诉我 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还留下了一些提示 你们看 在白纸的底端有一行画 字马比那些小字大几号 很醒目 郭荣荣一边看 最终一边念出来 漫画书封面 硬币螺旋花纹 笔 小镜子 他疑惑地说 这句话完全没有任何意思呀 钟开心 聪明伶俐 你拆开来读不就有意思了 漫画书封面 硬币 螺旋花纹 笔 小镜子 正好五个词 设计者很明显是想指代什么 还是你聪明啊 丁钱 由衷夸奖 其实这五个词 也没有特别指代什么 你们忘了 那些参与者的迷宫画里 都要带一些图案的 我想 设计者是希望我下次跟他见面 带给他的五张画里面 就包含这几样图案 还有五天时间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从录像里 把这几样东西找出来 顺便画画几幅画 应付一下 人多力量大 不算太麻烦 哎呀 郭荣荣一拍脑门 我怎么把关键事情给忘了 我得赶紧去 续扬机械厂 松查一下现场 万一设计者留下什么痕迹呢 可不能马虎 你们先商量啊 我得忙去了 有什么事 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说完 人跑没影了 钟开心 也恍然大悟似的 我觉得 还是尽量不让丁医生冒险 去见设计者的好 我一定再好好审慎张全德 抓紧时间 追查开车 送丁医生去机械厂那个人 他其实也很有嫌疑 万一真是设计者呢 丁钱实在不能忍了 我觉得 你和郭荣荣这几天呢 最好不要轻去妄动 以免打草惊蛇 把设计者吓跑了 对对对 丁医生说了对 放心吧 我跟郭荣荣偷偷查 偷偷查啊 丁钱无奈地摇里摇头 看见只有柳飞 依然稳稳坐在那里 心中十分感动 路药芝麻利 日久见人心呢 没想到 最体贴我的 还是柳医生啊 其实很简单 你帮我把 完全自杀手册里面 对应的那些东西 找到就行了 他们说的 鬼压床都是假的 明显就是设计者 搞鬼吓唬人的 不用放在心上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没关系 我本来也不太相信这个 关键时刻 柳飞倒是显得 很善解人意 钟开心都已经走到门口了 见状急忙退回来 好心好意劝刘飞 你还别不信小飞家 这个完全自杀手册 就这么邪门 凡是看过的人 都会出现那种古怪的症状 直到现在 我们都还没有找到 梦魇的原因呢 你就算是想帮丁医生 也得等我们 跟日本的出品公司 联系之后再说啊 我们先搞到 他们的原版自杀手册 跟我们看到的比一比 看看是不是设计者做了手脚 还是其他原因 总之啊 在找到真相之前 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你知道 我最不希望你有任何危险 如果非要如此 我宁愿替你承担这一切 周开心说到最后 情真一切 眼含悲泣 暖男形象 呼之欲出了 柳飞似乎也被感动了 看了看丁浅 无奈地说 我又有什么办法 眼看着丁浅 马上又要和设计者见面了 总得有人帮他 特案组里 你们都有任务 只有我还闲着 不帮忙也说不过去吧 你怎么会闲着呢 你不是手头 也有紧要的事情吗 钟开心使劲 朝柳飞眨把眼睛 递眼色 柳飞似有所恶 哦 丁浅好奇地问 什么紧急事情啊 柳飞看钟开心 钟开心努力思考 突然脸色大变 全身触电式的剧烈抽搐 紧跟着就瘫软在地 无关扭曲 完全不是装的 丁浅吓了一大跳 他这是怎么了 柳飞查看了一下 把钟开心搀扶起来 解释说道 这是齿神经 临时性功能障碍 丁浅说 还没听说过这种病呢 看着情况挺紧急啊 把他带去医院吧 柳飞于是把钟开心 扶出特案组办公室 钟开心还呲牙咧嘴 疼得直甩胳膊 你就为演个戏 也没必要把我弄得全身麻菌吧 要不怎么能叫临时性功能障碍呢 我这个人做事一向认真 柳飞说着 那你还不如说重度麻菌呢 临时性功能障碍 这个医学术语听着 咋这么别扭呢 接下来五天时间里 特案组所有人都投入到各自紧张的工作之中 希望赶在丁浅与设计者二次见面之前 找出更多线索 郭荣荣和柳飞主要负责调查 续扬机械厂 他们找到了丁浅与设计者见面的房间 除了看到丁浅口中描述的长桌与两把椰子 没找到任何其他线索 周围地区也打听过了 依然是毫无所获 钟开心那边千方百计地查到了 送丁浅去机械厂的那辆灰色夏立轿车 得知车主叫郭涛 23岁高中毕业 也是干黑车司机的营生 个人履历上没有任何不良记录 钟开心不放心 派外线暗中跟踪他 但也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与此同时 他们还与完全自杀手册的原版出版方取得联系 希望能获得一份原始影碟 日方没有拒绝 不过提出要走正规法律渠道 需要一个麻烦冗长的过程 特案组只好答应 丁浅这边则专心致志地模仿望连肖的风格 绘制迷宫化 最烦然的是 需要先从完全自杀手册里找出 设计者在说明里提到的五样东西 第二次见面日期 就在这样紧张又迫切的等待之中 悄然迫近了 预计第十个自杀者 姓名丁浅 职业 心理医生 自杀方式 是车祸 复杀 复杂程度 复杂 没人知道 在那个遮挡后窗帘的漆黑房间里 恐怖的家椰子在电脑上敲打出以上这段话时 是否已经凭借他强大的计算能力猜测出丁浅的计谋 又或者 骄傲狂妄的他万万想不到 自己已在不知不觉间步入了丁浅的陷阱 两个心理高手的第二次对决 正在暴风雨之前的平静中酝酿着 星期三 秋分第五日 阵雨 一早 丁浅在汪连潇家中精心打扮了一番 只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像汪连潇 设计者第二次碰面选在白天 丁浅的外表变成一大难题 稍有马虎就可能传帮 因此经验丰富的柳飞 专程赶来给丁浅化妆 化完妆 丁浅照镜子端详还真别说 柳飞经验丰富 画风独特 给丁浅打扮得很像僵尸般的汪连潇 随后 丁浅就开着汪连潇的车 去杂志社上班了 当然只是做给设计者看的 他走进中顶商业大厦之后 并没有争取14楼杂志社上班 而是熏晃了一枪 这块隐蔽地方待了多半天 当他走出金鼎商业大厦 习惯地看了看手表 16点01 距离界面刚好还有两个小时 时间充足 丁浅从容不迫地 按照设计者纸条上所写的路线 触发了 设计者不让他自己开车 地铁又不够断 他只能坐公交车 走走停停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他下了公交车 找到了青石公园 沿着公园又走了将近15分钟 来到西门 也就是纸条里提到的后门 诚如郭荣荣说的 这里一点都不偏僻 算不上热闹的商业区 可也是人来人往 设计者居然安排在这儿见面 这又是故弄玄虚吗 丁浅站在公园后门外 四处张望 寻找垃圾桶 纸条里只提到垃圾桶 并没有具体描述垃圾桶的外观和位置 结果丁浅一眼扫过 看见了三个垃圾桶 两个在不远处 还有一个在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旁边 附近两个垃圾桶都是绿色圆形的 马路对面的是分类垃圾桶 丁浅仔细端向两球 也看不出设计者更偏爱哪一个 唯一的办法就是挨个检查垃圾桶 于是外表看上去很年轻有为的丁浅 开始很认真地翻弄起垃圾箱来 所有垃圾都捏着鼻子掏出来检查一遍 等他过马路检查对面的垃圾桶时 旁边一个等车的老太太实在看不下去了 语重心长地对丁浅说 年轻人啊 我看你捡垃圾不得要领啊 那些塑料瓶子卖钱最多 你怎么都给扔了呢 这时候丁浅在不可回收的桶里 发现一个大号的密封塑料袋 里面装着叠得整整齐齐的一套衣服 感谢收听 感谢收听